為什麼我們跟這個廠商 給他獨家做生意做了25年 就是給他獨家做 所以任憑他失職大開口 現在市面上一般的費率 算起來不用到5億了 他要跟我們開價5億5千萬 就是活生生的 比現在市面上貴了一成以上 那我想請教一下 當初做這個跟他綁定25年 是不是顯然是一個錯誤的決策 你這個監視器傳輸費 現在是5億5千萬對不對 是 但是事實上 本來經過你們的研究 是不需要到5億5千萬這麼多對不對 如果說以現在 如果再採用的話 是現在跟廠商在溢價當中 現在跟廠商在溢價的意思是什麼 合約已經簽了 還沒 合約還沒簽 然後他們現在是溢價 是 然後你什麼時候要簽約 那等這個雙方合約之後就會簽約 我們在 就是在委員會之前 1月4號之前 大概有做了5次的溢價 目前還沒有一個結果 現在的問題是說 我看了委員會討論的過程 按照你們去訪假 去了解到 我們需要用到的規格 傳輸費其實不需要到達5億 那你現在編列了5億的5千萬 但是我看到彈書裡面 他講說十支十付 我覺得問題就是在於這個 十支十付的中間有很大的美感 什麼樣叫做傳輸費的十支十付 意思就是說 你使用了多少的容量 你使用多少枚 一枚算多少錢 你才付多少錢是嗎 是應該是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還有什麼好溢價的 沒有 因為有一些就是廢率的問題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對於廢率的部分 跟廠商還在談 意思是這樣 對 有一個 有一個範圍的問題 那這樣就奇怪了 因為我看這個彈書裡面 他講說要依照市府 112年10月27號 輔受資安置第11230 119041號核定 還有另外一個 含核定的專案費率 來十支十付 那意思就是 你們現在也沒有辦法 按照這個彈書裡面 所講的這個含來核定 因為廠商不同意 你們要以另外一個架 再經市府核定的費率 再來十支十付 是這樣嗎 議長 我要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依據的 只有在112年10月27號 資訊局含來的這個 這個費率的依據 再來就是113年1月10號 資訊含了這個專案費率 對 這兩個專案費率 這兩個專案費率 已經是有做 有一個依據了 但是廠商對這個有意見 廠商對這兩個 廠商對這個價格有意見 所以我們才會說 還有一些我們經過市府 核定的費率 繼續再做議價當中 我覺得最奇怪的點 其實就在這裡 我們照理來講 公共工程我們的建設案 市府提出了一個費率 就開放讓所有廠商來 誰有本事做誰去接 問題是我們已經 跟這個廠商綁定25年 對 綁定25年了 所以未來變成是 我們市府還要求他做 不給他做也不行對不對 這個監視器的事情 我做議員5年 每一年省預算 都要再討論一次 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跟這個廠商 給他獨家做生意 做了25年 就是給他獨家做 所以任憑他私事大開口 現在市面上一般的費率 算起來不用到5億了 他要跟我們開價5億5千萬 就是活生生的 比現在市面上貴了一成以上 那我想請教一下 當初做這個跟他綁定25年 是不是顯然是一個錯誤的決策 哪有說給一個廠商獨家25年 讓廠商騎到我們市府頭上 現在變成是說 我們明明知道不需要花這麼多錢 還要跟他談判 請他同意 讓我們按照一般正常的價格來做 所以這是這筆預算我最有意見的地方 我也知道你們委員會應該討論了多次對不對 是 做出了這個彈書跟這個附帶決議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綁定25年這個東西 會跟你如影隨形 之前光是什麼 一MAY兩MAY三MAY的 我們在議會 不管是委員會還是政黨協商 都不知道講多少次 就是因為我們任憑他 私事大開口的關係 所以關於這個 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我現在給你通過這樣的預算的話 會不會到時候你跟他溢價 他看到我們通過這預算之後 有恃無恐啊 他就死財著啊 他就不跟你協商啊 就是要這5億5000萬啊 那倒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個彈書跟附帶決議 其實坦白講根本白做啦 因為廠商會威脅我們說 不然斷訓三天 看你蔣市長跟台北市議會 受不受得起對不對 是不是面對這樣的困境啊 我想應該是不會啦 這個 這個是有罰則的規定啦 我覺得也不能有用這種方式 來做一個 局長我覺得我們就把話講明白啦 局長我覺得我們就把話講明白啦 按照資訊局給你的費率 以及現在警察局實際傳輸量的需求 是多少錢 一七六一 多少 一七一 就是如果三面又就一七六一 各種不同啊 但是量最多的是三面 就是說按照資訊局給你的這個費率 以及我們警察局現在需要的傳輸量 那實際上我們會需要支付的錢 是多少錢啊 大概四億多 四億多少 四億大概三百多萬吧 四億三百多萬嘛對不對 四億三百 大概四億三百多萬 現在他跟你開價開到五億五千萬啦 我覺得這個太過頭 我覺得真的太過頭 因為市價四億三百萬的東西 我們要花五億五去買 好像我們台北市真的有錢到喔 流油流湯了啦 所以我這邊具體建議啦 這一筆預算喔 刪除一億啊 刪除至少要刪一億啊 因為我無法接受說我們明明知道 只要花四億的東西 我們議會通過編列五億五千萬給他 而且你說按照合定費 其他合定費率十之十負 我已經可以想到接下來的結果就是 台志光繼續跟你槓嘛 啊槓到你時間到了 時間緊迫的時候 我們還是被他勒索 因為他明明看到議會公開資訊 你就有五億五啊 你就有五億五就有這麼多啊 所以我覺得我主張這一筆 至少一定要砍到四億五以下 這個是我的主張啦 而且我相信台志光 就算用四億五做他也不會虧錢 因為他後面綁約到一百二十五年 我看我們在議會裡當議員多久 每年都要再跟他討論一次 他這個監視器多久 這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那請局長 思索一下 因為我希望如果我們下的這個 但書恩附帶決議 實際上對台志光來說都沒有用 謝謝 把跟台志光的母約跟子約 都送一份到我研究室來讓我研究 提供給所有的議員做參考 沒問題 在政黨協商之前 是 好不好 謝謝 母約跟子約其他的所有復約嘛 我們跟這個台志光公司 那所有相關的資料可提供的部分 全部都提供給本會所有議員 好不好 謝謝 如果想要收看我的質詢影片 或是了解其他時事分析 歡迎追蹤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FB 或是加我的LINE 第一時間讓你獲得最新資訊